中国、马来西亚哪个才是我的祖国 你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斌燕 相信大家应该有留意到这则新闻 由马来西亚电音才女之称的蔡恩宇 最近到北京央视录影中华琴的时候 在节目中说中国是她的祖国 如果说到华语音乐的话 那你肯定是在祖国会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有 但是能够来祖国的话更好 同胞也比较多 这句话不得了了 引起海内外的网民争论不休 很多的马来西亚网民认为 蔡恩宇旺本不爱自己的国家 你一定是太想赚人民币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祖籍和祖国都不会分这样悲哀 我们的祖国是马来西亚 祖籍才是中国好吗 还有人针对蔡恩宇 第一次在天安门看升级里 而感动哭泣这件事情 批评他 你最好8月31号和9月16号的时候也哭成这样 最佳女主角 那到底蔡恩宇有没有用词不当 而祖国的准确定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网络百科还有词典怎么说 除了百度百科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指祖国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国家 而大部分的网络词典都表示 祖国可以是指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祖籍国 而且蔡恩宇是受到主持人的引导之下 才说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所以我不认为蔡恩宇说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这件事是错误的 充其量我们也只能说他用词不够恰当 如果蔡恩宇用祖籍国或者是母国来代替 甚至是直接说我就是爱中国 我就是觉得来到中国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争议性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马来西亚人是很少用到祖国这个词的 中国人很爱说我爱我的祖国 也有很多歌颂祖国的歌曲 例如歌唱祖国 我的祖国 但马来西亚一般上会说 我爱我的国家 而不是我爱我的祖国 其实爱祖籍国和爱自己的国家 是可以并存的 蔡恩宇在节目上表现得很爱中国 不代表他就不爱马来西亚 就好比你爱你的妈妈 也可以同时很爱你的阿嬷 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你留下 话说回来 国庆日就快要到了 在这里我也预祝马来西亚 国庆日快乐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